《纳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作为大的比丘 作为居士心修 请宣开经本 请看经文 佛告恶难 其有众生生彼国者 皆惜助于镇定之具 所以指合 比佛国中无足邪具 及不定具 十方横杀诸佛如来 皆供赞叹 无量受佛 微神功德 不可思议 足有众生 闻其名号 信心欢喜 乃至一念 至心回向 愿生彼国 既得往生 驻不退转 违处忤逆 诽谤证罚 好 请看这一段 我们去年 在这个弘化人才培行班 讲上卷 讲完的上卷 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场合 选择讲字不经 这是由于 无量受精 在净土的 所有的经认当中 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号称净土第一经 在这部经典当中 详细地介绍了净土法门的源起 阿弥陀佛的发愿 以及成就大愿的过程 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那么下卷也是属于正中分的范围 正中分分四个结构段 我们前面谈到的 这个 祥承树愿 大家看看这个科表 祥承树愿 净土 另生信乐 就是前面详细地成书 阿弥陀佛音地的大愿 以及净土的庄严 其目的是要让众生产生信心耗耀 当我们产生了信耀 就得下一步要告诉我们 如何才能往生 所以正式愿行 令之修正 正面的开弦 发愿 修行 让我们知道 如何修行净土法门 正得往生 这里面有六章来表示 下卷的 这是下卷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标局 着苦令生厌灵 这里有四章 就是标显 举出五浊厄士 种种的苦 惧苦 这里一般概说为 无苦 五痛五烧 让我们对这个 苏婆世界产生厌灵之心 如果上卷 是让我们升起心目之心的话 下卷 重点让我们激发 燕尼苏婆之心 那么卷下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当 余慧的大众 有一定程度的 燕尼苏婆 心求极乐的心理背景的时候 还要再加一把火 就是余慧的大众还是觉得很革慕 还是信心不一定很牢固 所以梁土四尊加持 让余慧的大众亲眼见到阿弥陀佛 以及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 这就是这一部分下卷非常具有华彩的 推向高潮的一章 就是阿弥陀佛现前 来证明 释迦牟尼佛讲的真实不虚 当阿弥陀佛放出自身的光明的时候 余慧的大众都接纳了 阿弥陀佛无条件的救度的信息 那么这就是下卷的三个结构段 下面我们就是看三倍往生 第二十一章 现在看的是二十一章 刚刚念了一段经文 《无量寿经》的经文 非常严谨 逆风 有些是要我们常常读诵思维 才能略为把握它的意思 从四十八月之后 我们看上卷和下卷主要都是对四十八大院的 内涵的展开 内涵的展开 那这里展开的就是第十一院和第十八院的本质内涵 释迦牧尼佛的经文 释迦牧尼佛就这样告诉尊者阿弥陀佛 它是这部经在前半部的当机众 其有众生 这个众生包括十方二十五有的 与净土法门有缘分的众生 所以这个其有众生的范围是很广阔的 不仅是人道的 也包括冤非软动的 也包括地狱的众生 当然也包括天人 身为缘觉菩萨法界的众生 所以这个其有众生是含世九法界众生 是这么一个失授当机的命 好 他们有缘遇到净土法门 能够生起信愿 称民 发愿 求生 净土之心 那么都能蒙阿弥陀佛 无条件的 大平等的 悲愿的失授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好 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这就是生彼国者 都能够皆惜住于正定之具 皆惜就是无条件的 无论它是哪一道过来的 无论它原来修行的程度如何 都能够住在正定之具 这个概念我们就得要辨识一下 具就是内的意思 内别 有三种内别的众生 有一个是正定具 正定的内别的众生 有协定具 有不定具 正定具是表达一定能够正悟的 正悟佛果的众生 这叫正定具 协定具是绝对正悟不了 要轮回的众生 不定具就是它在正定和协定 不能确定 不能确定就看它欲缘 它遇到善缘 能够进入正定具 遇到没有佛法的缘分 或者遇到恶缘 就堕到了协定具 正定之具 换句话来说就是阿批把制 三种不退 绝对可以趋向佛果 绝对进入圣贤之位 绝对修大乘的菩萨行 绝对圆成大乘的佛果 这就是十一愿所表达的 你只要往生都能录到大乘正定具 都能直取大乘的佛果 所以这是对十一愿的一种 遥相呼应的一种印证 所以九法界众生 乃至于三恶道的众生 冤非暖动的众生 只要一往生都是大乘正定之具 都是阿批把制 那为什么都是大乘正定之具呢 是由于西方几落世界 阿弥陀佛愿力所成就的刹土 它是大乘的法界 菩萨的法界 那里是没有写定具 以及不定具的 那对这一点 唐一的《无量寿经》还进一步的 有一句经文 这句经文是其他的四种没有的 唐一的《无量寿经》说 若邪定具及不定具 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 他是从法面说 如果极乐世界有 邪定具及不定具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由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他都是信愿称明去的 一去都跟阿弥陀佛的愿心 心心相应的 所以他有一种大乘的种姓 他能了知 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因 建 开始建 立 已经成就 叫尽力 那么一个人能够了知 就是了达 知晓 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的正因 这是需要大乘的种姓 才可以知道的 那我们说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的 因是什么 这个因 在天津菩萨的《往生论记》里面有一句话 叫性功德 谈西方极乐世界的性 性功德 正道大慈悲 出世善根生 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性 性体的功德 是他出世的大善根所生起来的 那什么是出世的大善根呢 就是大慈悲心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种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是正道的主法十项所生起的一种心 由这个心称信发出四十八大愿 无量节 极功累得的修行 在称信显现出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种状态 所以他的因 正因是出世间的大善根 大慈悲心所建立的 如果你没有大善正定句的这样的一个心形和心量 你是很难了解西方极乐世界建立的因的 你能了知就是属于大善正定句 如果你是邪定句以及不定句的众生 绝对不能了知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的因 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样 这一样传达的就是我们只要一去 为什么阿弥陀经就直接说 你只要往生都是阿弥八字 阿弥八字包括胃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所以这个阿弥八字 换句话来说 它是一生补助的另外一种表达 那我们知道通途教理想得到阿弥陀佛 是非常难的 你首先要得到为不退 你才能讲你三大阿弥陀佛的修行圆满佛果 如果你的不退转没有达到 那是不是三大阿弥陀佛的问题 那是成点结就成点结 因为你是进进退退嘛 你没有个底线嘛 所以菩萨修行得正定句 得阿弥陀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底线 靠智力修行很难 于是你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这个底线就得到了 得到这个底线成佛就决定了 因为你不退转 那就是所有的众生 你就是身为圆决总性的众生往生 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由于那个大乘的总性的法信徒 能够让你回小乘心向大乘心 他也就不是那种定性的身为圆决了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转化众生 九法界众生的这样的心形的力量巨大 你只要去了就是大乘的菩萨 于是有这样殊胜的利益 那么十方东南西北四为上下 十方如恒河沙那样多的数量的祖福如来 都在自己的岔土伸出广长石像 放无量光明 都在赞叹 称阳赞叹阿弥陀佛的微神功德不可思议 那微神功德很多哟 他所有的微神功德都包含着不可思议 是超胜十方诸佛 度化众生的殊胜利益 你想九法界众生 尤其是三额道众生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 你就是阿弥陀佛制 这就是很不可思议了 阿弥陀佛制是圣人 但圣人你去确实具有佛的身相光明 具有六种神通献钱 能够分心善淫 能够得种种陀螺泥 他确实具有圣人的福德智慧 但是你从往生者断货的程度来看 他还是一个大业往生的凡夫 虽然他有烦恼 但是他确实阿弥陀佛制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 释迦摩尼佛一代使教当中 你是解释不清的 不能诠释的 你这个烦恼没有断制 那就是凡夫啊 那不能是圣人了 也不会有圣人的位格和神庙的作用 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套解释系统打破了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是凡夫 同时是圣人 但你说你是阿弥陀佛制的圣人 你又烦恼没有断 所以他是既凡即圣非凡非圣 这就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 大悲愿离微神功德 就在这里体现了 十方世界的祖父的教法 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 现成的就是这个样子 这叫不断烦恼得涅槃分 你没有断烦恼 但是得到涅槃的藏了我尽 这里面有烦恼的自信本空 它也没有自信 烦恼的当体就是涅槃的自信 但一般我们的想转化 很难 在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是 集烦恼为菩提 你烦恼没有断 但能够得到涅槃的 藏恼我尽的妙用 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微神功德属制 你说十方之佛属正的法身功德 也都很了不起 为什么十方之佛都要赞叹阿弥陀佛 原因在什么地方 这都要我们去思维的 为什么十方之佛都要把阿弥陀佛 推到第一线 他们自愿的甘心的 做一个绿业 把阿弥陀佛的红花衬托出来 前面还会谈到 十方恒河祖福 恒沙祖福 都劝自己坐下的菩萨们 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没有说画一个圈 你是我的弟子 你不能离开我 恰好十方之佛都劝自己坐下的地子 都到极乐世界去 念见阿弥陀佛 供养阿弥陀佛 听阿弥陀佛说法 受阿弥陀佛成佛之计 这就是这些十方之佛如来 知道阿弥陀佛的 唯一神功德 给予众生的利益最快 最大 最殊胜 最圆顿 那十方诸佛都是 把度众生放在第一的 十方诸佛都是有 无我的智慧的 他不会去搞宗派 不是说 我非得要弟子很多的 哪个 哪阵佛利益众生 利益最大 他都会推荐到哪阵佛那边去 哪个叉吐利益众生的 最大化 就是介绍他到哪个叉吐去 所以我们也就看到 十方恒杀诸佛 称阳赞叹 阿弥陀佛 微神功德不可思议 这固能是十七院的一个成就 十七院讲到 阿弥陀佛说我要成佛的时候 十方诸佛都要知觉 称探我的名号 如果这一院不能死 现在法我就不成佛 阿弥陀佛愿力当中 第十一院就已经寒舍作 十方恒杀诸佛要称阳赞叹 弥陀的微神功德的内涵 现在这一院也成就了 那么这里上是十方诸佛赞叹 阿弥陀佛 一生功德 寒舍作一去就是阿弥陀佛 这是指往生的利益 同时在他往生的阴行当中赞叹了一点 这就是下面的 足有众生闻其名号 信心欢喜乃至于念志心回向 愿生彼国 记得往生逐步推成 恢复无疑诽谤之法 这段称为是十八院的成就文 阿弥陀佛的叫大院之海 大院之海是说出了四十八院 四十八院龙广开就是无量无边的院目了 那么在四十八大院当中 核心的一院是十八院 你看十方诸佛 称阳赞叹 弥陀的不可思议卫生功德 也把这一院把它表达出来 这一院直接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 非常原本的 直接的 无条件的 只要信心下手 就能得解脱的一种信心 这里还是讲足有众生 足有众生就是九法界众生 文姓阿弥陀佛的名号 阿弥陀佛的名字里面 就有一种号令的这样的功能 激活我们众生的善根 信种 佛性 良知 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名号 它有很强的穿透力 为什么我们念过去感觉很亲切 甚至悲喜交集 把我们的自信的很多东西 通过念佛念出来 就由于这个名字里面有号令的功能作用 好 这个号令里面也就包含着 启发我们的信心的功德在里面 我们常说这个念佛法门是男性之法 玄章大师直接翻译是一切世间极男性之法 后面释迦牟尼会站上说要相信这个法门是男中之难 无故此难 好 确实很难 因为它不是反复的境界 它是佛的果地上无条件的救度 对这种不可思议的微神功德 我们既然不可思议 我们用可思议去思维 都是错 所以他男性 男性就有怀疑 有怀疑你就得不到这个净土法门的利益 那阿弥陀佛因地他考察十方众生 这种内心的障碍 这种遗根如何拔除 男性如何让他生性 他一定要赋予一种名号当中 让众生产生信心的一种编码在里面 编程在里面 好 所以我们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产生的这种信心 这种信心的表达之相是欢喜 大喜便永生 悲喜交集 大家知道 这里面就有阿弥陀佛的 给我们的加持在里面 那么佛为什么不断说男性男性 是考察众生 我们的心理状态 我们的善根程度 我们人法界要相信 超越了四种法界的佛法界的 这种境界 这种意理境界 它很难 我们常常比喻 你让一个蚂蚁相信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境界 它也没有办法去相信 那蚂蚁还跟我们是相邻的一个法界 畜生法界 我们还要超越天人的法界 声闻的法界 圆解的法界 菩萨法界 去相信佛法界的事情 当然很难 你相信不了 你有怀疑 有怀疑就有忧郁 怀疑忧郁就是一个黑暗的心理 这就是愚痴 那就遮挡了 弥陀的 禁读法门的利益 所以让我们产生信心 这非常重要 这个文旗名号信心 唤醒哪这一年 这里 从我们去体会它的 这个意识 确实有阿弥陀佛的加持力 令我们产生信心 令我们欢喜的含义在里面 你只要具足这个信心欢喜 乃至只有一念 乃至从少 从多向少 你如果信心欢喜有个 持书 有一种稳定的持书 很长时间 那当得很好 但是如果信心欢喜 这种好像太阳戳了 就照亮一下 能够长期普照当得更好 但有时候烦恼的乌云 又遮盖过来了 那怎么办 好 这里告诉我 哪怕有曾经有过一念 这样的信心之光的展露 你把这个信心的功德 以自诚心回向 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既得往生 既就是不隔时 不隔日 当下 既时 就能往生 你一往生 就在西方极乐世界 得到大乘正典级 就住在不对传的位置上 我们来看这句经文 是不是极为远钝 你只要信心一念感通 弥陀的大悲怨喊 那么当下 阿弥陀佛的大悲光明怨力 紧紧地把你摄受 紧紧地在我们身上 体现弥陀的旧度的 微神功德 所以不需要我们 做任何的努力 我们记得往生 无条件 如果不是佛在这里这样讲 我们自己就是说 谁也相信不了 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哪有这么容易 你一念信心就能往生 这是天方夜谭 谁能相信呢 但是这个无量寿经 它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 真的对这段经文 有一个了知 有一个当下的信寿丹后 我们真的马上得到安心安乐了 正得往生了 夜市成半了 那就很欢乐 原来往生 它是极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讲极容易 又是极难的一件事情 难就难在这个信心很难建立 你这个信心 哪是有一念的信心 你都能够记得往生 一往生就是阿批八字 就能快速地成佛 所以这个净土法门 为什么特别强调信心 再三强调信心 所以偶一大师称佛本怀 为什么特别讲得胜以佛 就看有不有信愿 不谈其他的 那么 这里我们还是觉得太行恶上了 这个信心欢喜 什么叫信心欢喜 信心欢喜是什么表现形态 常常有人说 我听到这个阿弥陀佛名号 进度法门 我就有信心了 我就记得往生了 我就是极乐世界的人了 就不是娑婆世界的共众生了 理上没有错 但你说你记得 你信心欢喜 是不是真有 你可不要自欺欺人 获得这个乃至一念的信心欢喜 实在是不容易 不容易 我们余生俱来的这种 怀疑的根本烦恼 以及我们对超然存在的 同体的平等的这种东西 这种理念 境界 原论的道理不了解的话 这种信心欢喜很难 很难出来 如果说你 你看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文 听到佛 我就相信了 那佛为什么还要说 这是一切世界极难性之法 这是难中之难之法 那佛不会这样说 你那么容易相信 那那么容易相信 也不会像后见讲的 一往而无人 他容易往生 你只要信心欢喜 乃至一念就能往生 这么容易往生 但是却没有什么人往生 就是难以产生信心 所以我们学净读法门呢 还真的要从信愿上 信心上 要有一个深入的欺辱 那么我们在想信心欢喜之下 你怎么描述也很难描述出来 我们就看看 用韦迪西夫人做一个例子 大家来看 来观照下 韦迪西夫人 她是如何获得信心欢喜的 韦迪西夫人在观经里面 缘起她是从燕尼说服开始 由于她的儿子阿瑟士王子那种恶逆 那种甚至要拿剑要杀她 把她搞了宫廷政变 把她的父王都关起来 要饿死 那你说她唯一的一个儿子 竟能是要杀父穷母 所以她就觉得这个世间太恶了 太没有意思了 所以她对于严佛提的那种厌礼 是成就了 不想待在这个世界 不想见任何人 就要生到无忧老处 所以她求生净土的心很迫切 是由于她儿子的恶意 把她厌力说服 心求净土的心给她激发出来了 所以这个心一来 佛是要恒胜众生的 这就是韦迪西夫人 以净土法门得救的机缘成熟了 所以佛显现在王宫 当韦迪西夫人看到佛来的时候 带着弗罗那和阿难尊者来的时候 那韦迪西夫人感激又悲痛 如大山崩向佛顶礼 充满着怨愿又充满着一种厌礼之心 就是希望佛介绍一个净土 他又往生 那释迦牟尼佛就放光 收回来一个光台 像须弥山那样的形状的光台 光台上就把十方的净土 一一显示在 韦迪西夫人面前 让他选择 你不是要往生净土吗 那你看看你往生哪个净土 韦迪西夫人一一观察 种种净土都很酥妙 但是唯有极乐世界 他觉得最有缘分 也最亲近 所以他就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其实独标 选择西方极乐世界 有韦迪西夫人跟阿弥陀佛的缘分 实际上也是两度四尊 秘密加持 让他选择 好 那么这样韦迪西夫人就说 他就想到极乐世界 那么好的地方 一定要有很高的修行 才能去得了 所以就请问往生极乐禁毒的方法 教我示威 教我证受 这就是定善之法 教我示威 教我证受 证受一定要得到三位 一定要通过观想 通过很高的这种观形的力量 功德往生 那佛顺叫随他意 随着韦迪西夫人这样请求的意思 就宣说了定善之三观了 从日观 水观 地观 楼国观 宝寿观 意义观想 这样就是一报的前面六种观想 流离地等等 其实这些观想 每一个观想对韦迪西夫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 他观想不清楚 观想不清楚这时候 他内心就充满这种焦虑 哦 原来往生极乐世界还不容易 你要我观想流离地 那种内外映彻 下面种种的七宝金床 青座的金床又有百千亿个那样的模拟宝座 种种珍宝合成 那个光明又非常至甚超过百千亿个太阳的光明灯 你说对于惠子女人来说哪能观想得清楚 所以观想不清楚他以为我观想不能成就 我就往生不聊 于是他对往生充满忧虑 那充满忧虑的时候 这时候佛就在第七观花作观的 开始就告诉 告诉韦迪西 包括阿难尊者 佛告阿难及韦迪西 告诉阿难是让他传词这样的一个佛语 韦迪西是当即种 地听地听 善识念之物当唯独 分别解说出苦劳法 这时候你要认真听哦 下面我要跟你分别详细的具体的 来解说出苦劳法 出什么苦劳法 出你往生不了的这种忧虑 这种身心的苦劳 那么这种除苦劳法是什么 你看他的经文很有意思 释迦牟尼佛化言一诺 马上阿弥陀佛现前 当那也有观念诗字 现在虚空放出自身的光明 这叫阿弥陀佛应生现前 那么应生现前 当韦迪西夫人看到虚空当中西方三圣 前程顶礼膜拜的时候 当下他就正得往生 这时候他往生的信心 产生出来了 那为什么佛阿弥陀佛现前 一放光他就正得往生呢 是由于阿弥陀佛的光明 传达一种信息 就是在虚空站立这样的形象 放光的这样的加持 就告诉韦迪西夫人 你只要正念 愿意生到我的岔土 就能往生 不必要观想成就 这时候 这就是把无条件救度 你只要愿生 你只要念我的名号 你就可以往生 传达给韦迪西夫人 这样就好办了 他就不需要定善了 那闪善他也可以往生了 只要具足信任成名了 只要愿意去啊 所以说韦迪西夫人 他正得无神法人 很多的住经家都认为 韦迪西夫人是成为法师大士了 唯有善导大师 站在净土本位 他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 他认为韦迪西夫人 正到的无神法人 不是破无名的无神法人 还是信位的无神法人 所以这个无神法人 代表三个意思 一个是习人 一个是悟人 一个是悟人 一种是信人 人是人可的意思 就是韦迪西夫人 接触到阿弥陀佛 住地空中放出的光明 这样的慈悲的色素的信息 他申请了欢喜 信心欢喜 欢喜就是 哦原来往生不是那么难的 只要我信任成名就能往生 很容易能往生 因为这往生是阿弥陀佛 那个大愿决定的 不是靠我们的功夫决定的 他得到了这么一种感知 他申请欢喜 他人可这种欢喜 这叫这个习人 悟人 悟人就是觉悟到 往生这段事情 全凭福利 信任 就是对前面的习人 就是对阿弥陀佛的 四十八大愿的决定的信心 人可这样的 你只要信心就能解决一切 所以善导大师对无神发人 这三种注解 那是别开生命 这是想都想不到的 一般我们学通读学得很久 一谈无神发人 就是至少原教出注 出的无神发人 八地菩萨是究竟圆满无神发人 我们马上就会做出这么一种解释 但是善导大师不是这么解释 为什么这个关键事实习书 为什么是一字一句 等同佛说 做完的时候 善导大师还请求内向证明 所以你看伟提西夫人 这时候得西方三圣 尤其阿弥陀佛光明铸造 正得往生 这时候显现的是信心欢喜之相 他就没有一点怀疑 不仅是伟提西夫人 乃至他五百个宫女 都是得到这样信心欢喜之相 释迦牟尼佛都受计他们都能往生 都能得到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退转 那么这样十八院殊胜的利益 唯有一类众生不能获得 这类众生就是造作武尼的重罪 同时又诽谤正法的众生 不受这一愿的尸寿 那么武尼是最重的罪 杀父杀母杀圣人 破合合身 出佛神血 这五种都是对我们有恩德的人 报恩都来不及 你反而去杀害 去侵衰 破坏 这就是叫逆罪 处逆之罪 那直接要下阿比迪欲的 这是行为辅报的浅薄罪孽深重 诽谤正法是从他的 这种善根和智慧层面 不能相信佛法 诽谤正法内容很多 不相信善恶因果报应 不相信六道轮回 不相信有过去现在 未来三世 不相信有超约的存在 尤其是不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存在 有阿弥陀佛的存在 他认为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都是只虚乌有的 都是迷信等等诽谤 那么这里面要辨识的 观经谈到夏品夏生 还有夏品终生 他五逆十恶都聚造 但是夏品夏生造五逆罪 他临终忏悔也能往生 所以单造五逆罪可以 临终 如果闻善知识 开显净土法门 产生信心 他能往生 但是 如果没有造五逆 只是诽谤正法的人 能不能往生呢 你没有造五逆罪 你只是诽谤正法 不能往生 因为你诽谤正法 肯定没有信愿 没有信愿 不能感同弥陀怨力 他绝对不能往生 那么在无论是在世间法 还是出世间法当中 这两种 这两种罪恶最重 这两种罪恶加在一起 那这个人就是很难救 所以从预防的程度来看 佛很慈悲 怕众生造这两种恶 同时造就没办法救 所以就维持五逆诽谤正法 但如果万一有一种情况 他五逆罪也造了 原来诽谤正法罪也造了 真的是到灵命中时 他真的就是忏悔 愿意往生 那么阿弥陀佛会不会让他往生呢 是啊 也会射手他往生 但是这种人可能 百千万亿里面难得一个两个 那万一有 阿弥陀佛还是会慈悲设施 不死任意众生 好 我们请看下面 佛告阿难 十方世界逐天人 岂有志心愿生彼国 凡有三倍 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 发菩提心 一向专业 无量受佛 修足功德 愿生彼国 慈胆众生 临受宗时 无量受佛 欲如大众 欲如大众 欲其人前 即使彼佛 往生其果 便于七宝 花中 自然化身 助不退转 智慧 勇猛 神通自在 事故 恶难 其有众生 欲于今世 见无量受佛 因发无上菩提 之心 修行功德 愿生彼国 先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正面产生三倍往生的阴行古报 很重要 我们说往生 怎么往生 怎么住 释迦牟尼佛 有阴重地告诉 恶难尊者 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 有无央数的足天人民 这用足天人民来 所称 称的对积 就是 聂力凡夫 我们属于足天人民之地 好 足天人民数量很多 其中 有因缘 遇到净土法门 能够产生 信心 这个 自信 大家要注意 这里 所有往生的人里面 都要具有 自成心 我们在观经讲 九品往生 都要原发三心 有自信 有身心 有回向发愿心 所以这里谈到的 自信里面 也就含色着 这种身心 和回向发愿心 所以三倍九品 它共有的条件 都要具备三心 用自信 用自信 来表达 包括十八愿的 那种 虽然 刑法 要求不高 乃至实念 但是前面的 这种信愿的 要求很高 要自信信 要 欲生我国 乃至实念 都要有一个自信 好 我们看到 自信两个自 实际上 对我们 做一面 禁止 来 观照一下自己 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 很难 做到自信 自成心 我们常常 内心 充满着 那种狡诈 那种 自欺 欺人的 劣根性 是用这样的 虚假的心 善老大师说 外现 贤善 精进 之相 内怀 虚假 那这些虚假的 表现形态 很多 他 这个 表现形态 好像他念佛 求生进度 但一旦碰到 这种 明文立养来了 他马上把 往生放在一边了 都寻求那个 而且 还有 借助着这种 很超越的 往生进度的 这样的一个 名义 无论他 做什么事情 都包含着 他自己 名利的 目的 可能他开始 没有这个目的 在注释的过程当中 又把自己的 名利心 给他带起来 所以这些 我们常常 就会 觉得我们 自成心里面 就打了很大的折扣 就有很多的水分 于是呢 这种 信心不清净 愿力不肯切 念佛不老实 这就很难感通 你一头的愿离 往生就很难 虽然说万修万人去 万修万人去的前提 他要自心 自心 自成肯切 有深信发愿 成名 才能万修万人去 不是说你前提不存在 我就念念几身佛号 就能万修万人去的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所有的往生者都要有自信 你的身性切愿是你自成心里面流线出来的 你真的是把厌离缩破 星球极乐世界 推到极致 而且在你的身口一三叶当中 要有明明白白的体现 尤其在你独处的时候 这种心没有任何的一点变化 处在顺境逆境的时候 也不会有变异 经得去考验 你才能说你有自信 好 有这个自信愿生比国 其实往生的人很多 他的发愿的程度 修行的程度 根基的厚薄 智慧的浅身很多 于是他往生的位格其实也很多 所以这里在所有往生的内别当中 凡有三叶 凡就是大凡 大略 概略的把它归纳为三叶 好 那竟然是大略了 这里面 背中有背 品中有品 于是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在《无量寿经》看三背往生 看观金是九品往生 那么这个三背和九品是什么关系 是正好对应的关系 还是不对应的关系 对应的关系就是说 上背相当于观金的上品上生 上品中生 中背相当于中上 中中 中下 下背相当于上下 下下 下上 下品上生 下品中生 下品下生 是不是这个三背和九品正好对应 配合 好 那么有一批助金家认为是正好配合的 像这个晋影会员啊 天台剧子啊 家祥啊 谈卵啊 包括廉词大师啊 认为是正好配合 还有一些助金家认为是不能配合的 比如像孤三治元啊 圆兆灵芝啊 这些助金家认为是不能配合的 好 不能配合 这两者的观点有差异 差异在什么地方 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不相配合的 他就认为比如像孤三治元 说这个九品当中只有前面六品相当于三倍 为什么呢 因为 寿经里面讲的三倍往生都是善人 那观经里面前六品才是善人 下三品往生都是恶人 所以不能配合 那圆兆灵芝更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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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只有 上倍三品 才能相当于三倍 为什么 观经的九品往生上三品才讲发菩提心 那 这个寿经三倍都讲发菩提心 从菩提心的共同性来看 那这个 这个三倍只能跟上三品对应 那么这些观点你看 他都有一定道理 都有他的依据 我们来看看联赐大师在弥陀书超 对这个问题有一个会通 圆龙会通 他认为这两个观点实际上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认为是能够配合的是往生的位格 位次上来说他正好配合 说不能配合的 是从他往生前的阴形 他是不是发心呢 是善还是恶呀 从这个差异来说不能对应 但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这个 不能科世而论 不能从本质的实相来说 如果科世而论的话 这个烦恼不易菩提 此恶何妨终善 你开始恶 并不妨碍你最后变成善人 像阿瑟斯王子他 五尼醉 杀父杀母 最后他临终的时候得到全身的恶仓 非常痛苦 这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齐婆 让他看到联名他 让他要到佛内去忏悔 那阿瑟斯王子最后的殷重的忏悔 他得到了无根性 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是善品终善 开死弱也不防他最后的善 所以从科世而论 烦恼不易菩提 始恶何方终善 三倍九品正相配合 又何遗灾 三倍和九品可以对应配合 是没有怀疑的 所以这个我们做一个辨识 知道一下就可以 但是现在仍然会 就是祖师和祖师之间 认为能不能配合不配合 都有不同的看法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也没有必要在这里纠缠不已 仁者见仁 见者见智 存乎一心 你觉得配合 你就觉得可以配合 你认为不能配合 也就不要勉强 所以我是本人介绍 莲世大使这个看法 觉得比较忠道一点 把他看为是能配合的 也是无妨的 这里谈到上倍往生的条件 有五个条件 叫五因 这五条件第一是 舍家欺欲而作杀人 你要在净土法门得到最高的成就 你得要有自己行为的表达 净土法门正对的是解决轮回问题 快速圆成佛果问题 它是大乘佛法的最终极的目标 单刀指向这个问题 要完成这种生命的大事 我们怎么样把一种行为表达 舍家欺欲 舍去家庭 放弃五欲的享受 那这个大乘经典都在赞叹 这种出家的功德 要知道这个家 就是烦恼的冤属啊 出家就出这个 所以经典当中说 你在家修行很难 就像在陆地上行舟 出家修道很容易 就好像这个舟放在水里 在家造恶 修缮很难 在家修缮 造恶容易 由于他有很多的事情 需要他去竞争去搏斗 那出家他放弃的这些 他修善法容易 所以有很多大菩萨都要发誓 生生世世要舍离家 奉行出家 那么就是这个净土法门 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 特别是汉五两一 谈到这个问题 如果能做三归一 这是佛的小弟 那么如果进一步能修更多的戒力 修点更多的这个善行 也是佛的弟子 但是特别最后谈到 你能够在无佛的时代 能够出家 做沙门 那就是佛的子孙 那这三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小弟 一个是弟子 一个是子孙 子孙你是要传记家业的呀 那对子孙的看待就更为阴重啊 他要续佛会命的 所以这个对出家的功德 无人怎么赞叹都是赞叹不及 尤其在末法的时候 不忍佛法衰 为令正法久住 来出家 这就是菩提心的表现 我们讲好心出家 一定就是为了生死 为成佛道 为度众生来出家 但如果这叫身心俱出家 出家有的是生出家 心不出家 圣地出了家呢 他心里还是明文立扬 还是要做金山佛寺去赚钱 还是要把这个庙做为个庙殿 那就不叫出家 那就叫光头俗汉 他内心还是很世俗的 所以叫身心俱出家是最好的 其次就是 心出家 身没有出家 就是在家居士 他有一种很超越的这样的东西 所以还有一种是 就是身出家 心不出家 最好的是身心俱出家 为最好 这里舍家弃欲 你就是指身心俱出家的人 来做沙门 沙门是古印对修道人的通称 不仅佛门里面出家成为沙门 外道出家也叫沙门 那么这是第一个因形 第二是发菩提心 这里发菩提心 我们从通图的教法来看 大家都很了解 菩提心就是发成佛的心 菩提是佛果的意思 先是能发之心 发成佛度众生的心 上求佛道下发众生的心 这就是菩提心 具体体现在菩萨的四弘四月 那么菩提心的发心的相状功德 这个经典当中有足多的描述和赞叹 无论是他的初发心 无论是他的初发心 还是福心菩提 明心菩提 初到菩提 他里面还是有很多内涵的 你是事项上发心 还是理上发心 所以我们这里发菩提心 涵涉着通图佛法的菩提心的内容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微妙之处 就是净土法门的发菩提心 又有他净土本位的一个全息 对这个全息 我们可以从净土中的三位祖师里面的描述 可以看看 他对于菩提心怎么解释的 第一个是谭卵大师在《往生论》中讲 他说也就指无量寿经 三倍往生都要发菩提心 那么发菩提心是什么 菩提心就是愿着佛心 愿着佛心就是愿度众生心 愿度众生心就是深受众生 往生佛的净土的心 所以他把这个菩提心的内涵 就具体落实在 你能够自己和众生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极乐净土 这就是菩提心 因为你往生极乐世界 就得到大胜正定就成佛 你成佛了一定会度众生 不怕不度众生 就怕不成佛 你成了佛 你同体的大慈悲心出来了 你限量观照所有的众生 还在无名大梦当中遭受冤枉的巨火的时候 你作为佛 你肯定是不能安享涅槃的 他一定会要随众生心来硬化 来救度众生的 因为他的同体决定了他一定会来度众生的 而且他有这种实力 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 果地上所有的威神功德 都有救度众生的种种的能力 所以发菩提心 这是谭乱大师的一个解释 那你看 善导大师解释发菩提心 在那个上品下身 就是唯发菩提心 就能往生西方极度世界 那你唯发菩提心 怎么理解这个唯发菩提心 那这个善导大师就谈到 这个菩提心就是 你从当下一念 厌娑婆世界的苦 有一种对娑婆世界苦难的觉知 厌离他求生净土 到了净土 圆满这种菩提 就是得无声法人 再到这个世间来救度众生 这就是菩提心 所以善导大师解释菩提心 也包含着 由厌苦求生净土的本质内涵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偶遗大师对菩提心的解释 偶遗大师就更担当执弱 身性切愿 即无上菩提 你有身性切愿 就是不是一般的菩提 无上菩提 大乘的一乘法的菩提 什么构成身性 身性的面很广 但偶遗大师他有个切入的点 就是你相信 比如说你得阿比拔字 你是往生到凡圣 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 就能得阿比拔字 就能一生快速成佛 于是对这个凡圣同居土的圣庙的 这种观照 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 但西方极乐世界具有 怎么具有的 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所致 所以身性弥陀的愿力不可思议 他能成就这样的凡圣同居土 能够圆龙上山土 能够让我们与足上善人聚会一处 能够快速地得阿比拔字一生普足 从身性这个 由于身性这个 在身性弥陀名号功德 那么我们能够去那地方 是由于信愿念佛才去 就能感得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 所以就要深信弥陀名号不可思议 由于深信弥陀名号不可思议 在进一步深信 我能念的心性不可思议 因为我能念的心跟弥陀名号 是同质是互感的 是水鲁交融的 讲水鲁交融还有区别 是以水应水以空进空的 是同质的 都是实相的 具足这三个层面的深信 你才自然而然会发起 往生极乐世界恳切的愿 这种大愿 你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愿的本质内涵 这就是无上菩提 就是修行及净土法门的指南针 而且就是这样的深信切愿 就具足着大圣通图的菩提心的全体的内容 那么这个全体内容 我们刚才讲是体现在四空四月 四空四月是从苦极灭到四圣地里面 升华出来的一种菩萨精神 那你的愿 比如燕尼娑婆 燕尼娑婆里面 就具足着苦地和极地的内容 你为什么会燕尼 知道这个世间苦啊 八苦交间啊 无量的苦啊 由这个苦 观照三界 一切众生都在这个苦海当中沉沦挣扎 所以自然而然的不仁众生苦 发出众生无边世远度的菩萨的愿 那这个极地是观照苦难的原因 它有见识烦恼 沉沙还有无名 所以由这个烦恼所导致的苦 你要解决这个苦 苦果一定从因上解除 于是就要发出烦恼无尽世远段了 断烦恼啊 好 那么众生无边世远度 烦恼无边无尽世远段 这就是燕尼娑婆的 这种所包含的 好 那你新求极乐 新求极乐就是要从这种 道地和灭地来建立的 是道地 首先从初世界因果来看 有一个涅槃 击灭之性 那你要达到击灭之性 要修道 无论是这个三十七道品 无量的法门 所以用这个道地 升起法门无量世远学 以这个灭地 升起佛道无上世远程 所以这两者都在心目极乐当中内涵着 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法门无量世远学才能现前 你听到的风声雨声百鸟邪鸣的声音 佛菩萨的声音都在讲经说法 而且可以分身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 去听无量无边的诸佛讲经说法 所以在这里我们想法门无量世远学很难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很容易 那么这是心目极乐里面就有了 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快成佛 你在我们收佛世界就是很难了 所以业力收佛星球极乐 就包含着菩萨的四弘四愿 也就含舍着大乘菩提心的本质内容 于是我们看 偶一大师这样的单刀 杰弱的说 身性球极其无上菩提 它是真实不虚的 非常精辟的一种论断 于是这样我们了解这个 是要对一种说法 我们听到说 你念佛 你不发菩提心就不能往生了 那你这个话要仔细辨识 你这个菩提心是指什么 通途 如果说你就界定在通途的菩提心来说 就有点骗明 当然我们修 净土法明是大乘佛法 我们要力争发出通途的菩提心出来 但是我如果虐张深重 发不起那样通途的菩提心 但是它具足信愿 也照样可以往生 所以观金的下三平 都是没有发菩提心的 就是观金的中平也没有发菩提心的 他们都在西方极乐世界去发通途的菩提心的 所以我们有圣言量的依据 所以我们就 但也不要说 否定人家发菩提心的功德 发菩提心确实很重要 我们要赞叹 我们要尽量向这方面去做 但是这个话就是 我们尽量发大乘菩提心 通途菩提心 万一发不起来 只要具足身性切愿 也能往生 到彼土去发菩提心 这里面一定要辨识清楚 要么插字毫的实质清理 这就不能简单的就说 或者说你不发大乘菩提心 就不能往生 这个固然有偏见 但你也不能说 我往生可以 就不发菩提心 你也不能这样去说 是吧 这里面都得要圆融的去理解 这是发菩提心 那么第三个条件就是 一向专念无量受佛 这个一向 一向从这个时间的角度来看 就是你听 你文性的净土法门 你当下疗于变形 当下去付诸行动 你这个一向就是 你要尽行受 你要每天就要去念 你得要持之以恒 乃至于你念十身 你也要尽行受的这样去做 这个一向就告诉我们 你不能三天打鱼 十天晒网 你不能一铺十寒 也不要说今天我修修念佛法门 以后我过段时间再修修其他的法门 这个一向是要告诉我们 要一门深入 这个一向还从方位来看 我就指向西方极乐世界 一向一种方向 十方有无量无边的净土 我那些净土虽然好 但我独标的是西方净土 我只求生西方净土 这是空间的一向 建立这种一向的心态之后 就要专念 专念就是专门来意念 阿弥陀佛 这里特别提出专的问题 你不能搞得杂呀 夹杂其他的东西 越专越好 越专越好啊 你在这个一向专念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跟阿弥陀佛的悲愿 跟西方极乐世界产生了一种亲密的关联 我们每天都受这个极乐世界的信息 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的熏习 专专门信念的是弥陀的境界 专专门信念的是弥陀的境界 那弥陀的境界是真如法性的 这就是用这个属原之境来熏喜我们无明黑暗的心 这叫真如熏无明 就慢慢能够融化我们烦恼的尖兵 透显我们自信的这种光明 所以一定要一向专业 不要搞得太杂 你只要彻底了解了 净土法门的圣庙圆顿的道理之后 你一定会做到老实 如果你还不老实的话 这山望到那山高的话 那说明你的信心就没有建立 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句子 本来原来是念佛的 还包括出家的什么 可能念了十多年佛号 结果一听到哪个法门更殊胜 马上就转了 它就很难体现一向专业 成了墙头草 一向专业 专业什么 专业阿弥陀佛 这个阿弥陀佛的这种功德 愿海 光明 善巧 智慧 就是我们要抵达的涅槃的境界 是果地上的全体的功德 是要把阿弥陀佛的功德 果地上的功德 将我们心性当中本具的 但是掩盖在我们的烦恼 分别里面的阿弥陀佛的信德 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目的 是要让我们成为阿弥陀佛 念佛是为了成佛的 所以一个念佛人 他的这种生命的尊严感 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是非常超越 而神圣崇高的 当你在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过程当中 这个世间的五一六成 我们就会慢慢地远离 它就不会对我们产生那么强的诱惑力 因为你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是把我们心地当中的 佛法界的功德念出来 这就比喻成你 莲花从污泥浊水当中 伸展出来 你没有一向专念 好 因为我们都离不开念头 你不念阿弥陀佛 就一定会念五一六成 人我是非 恩恩怨怨 而念这些世间的东西 我们都很熟悉 不需要着意 就会想世间的东西了 怎么赚钱 怎么当官 感情怎么样 子女怎么样 都这种 它自然而然就会刮到那去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堕落龙义 我们念念就是这个轮回的东西 但是你要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念一个很清净的 很平等的 很崇高的东西 这要我们有很大的 信愿的力量来推动的 就好像推到一块石头 上山顶一样的 溺水行舟的 不进就退的 你不念佛 就会念五一六成 你不可能无念 那十法界是在我们一念当中具足的 所以十法界是隐显同时的 当你一向做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佛法界现前 九法界就隐下去 当你不念佛 你念五一六成 那或者人法界 或者三个道的法界 哪个法界现前 你其他的佛法界等等就隐下去了 它不能两个法界同时显现 有一个法界作为主 其他的就会隐下去 这叫隐显同时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新型的道理之后 我们一定要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落实在行动当中 你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心心跟佛的法界相应 心心把弥陀的功德 转换为我们自己的功德 这叫香光庄严 那么我们念久了 我们的心香光就好像没有香 我们就染上了佛的香 我们就能有佛的这种气氛 信息 我们原来是那样的充满着贪欲 现在我一向专念 我内心越来越清净 原来我是那么的憎恨 我念念念越来越欢喜 越来越慈悲 原来我的知见是那样的偏执 而念念这个无边光 这种中道的智慧现前 这就是通向佛的这种道王 妙道 为什么念佛就暗和道庙 巧度无声 你只要念这个佛号 就已经录到那个微妙的佛道里面去了 你不念佛 我们就是凡复地经验 在那儿搅来搅去 痛苦不堪 尤其在无作而逝的众生 他念念都是贪嗔吃慢饮 他念念都离不开人我四辉 你跟为什么现在人和人之间很难相处 很难沟通 一碰就冒火 都是大家烦恼都很重 我值都很强 如果大家都在念佛 都是念佛人 你是无量兽的空性 无量光的智慧现前 他就水鲁交融了 他就真的是 殷稀仿佛的 足上善人聚会一处 西方极乐世界 人和人之间 见面都生欢喜心的 都是相互赞叹的 所以这个一向专念 无量阿弥陀佛 这是三倍往生的 共通的条件 就是发普迪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是共通的条件 所以这个第一代的祖师大德都在告诉我们 我们每天行走坐卧 与摸动静 都要细念佛号 或者默念 或者初识念 或者高声念 或者金刚念 念佛的方法很多 总之你要用这个佛号 来细住自己的心 心要安立在这个佛号上 要把它作为每天 必须要住的功夫 义佛念佛 第四个就是修足功德 对于这个 这个 这个 使家器遇的比修 条件要高一些 不是说你使家器遇 你就可以什么都不干 你要修 修行足多的功德 你要把弘法立身 续福慧命 作为自己的本分事 去做 这修足功德 至少你包含着 发谱的心 读诵大乘 劝尽行者 六度 普贤十大愿望 这些都在足功德里面 你得要尽自己 最大努力去修 六度的慈戒 忍若精进 禅定 智慧 你得去做 不施 这都要去做 你在做这个六度的过程当中 前五度都是修福 修福你跟众生去接缘 福修到一定程度 就能开发般若智慧 所以这个 敬业行人 尤其是出家 要做到上辈往生 修足功德 是条件之一 那么第五个是怨生彼国 如果前面 属于他的修行刑法的话 第五条就是发怨了 怨行相知 配合起来 那么怨生彼国 就是把前面的出家的功德 发普提心的功德 一项专念 弥陀名号的功德 以及以六度万恨 普贤十大愿望 敬业三福 所有的功德 都回转来 指向西方极乐世界 愿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五种阴行 能够做到这五种阴行的出家中 那么能够做到就能得到五种功德之国 第一种就是到了灵命中时 阿弥陀佛与观音世智 净土的圣众就前来结语 显现在这样的出家修净土法门的行人面前 那么这一院也就是 这种情况也就是十九院的体现 十九院告诉我们 你要发普提心 种植 足多的功德 能够自心回向院神彼国 阿弥陀佛就会现前结语 好 那么这个灵命中时 现前结语是非常重要 这个灵终结语员对我们这个众生来说 自为重要 因为到了灵命中时 我们的四大的分离 神识的昏迷 无量纪念的种子的翻涌的时候 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前来结语 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是太难 没有阿弥陀佛现前 我们就随着涅脉 要滑到中阴身里面去 滑到中阴身里面去 这种离开的这种神 执爱的心体 他在这种飘荡状态当中 就更没有把握 而且在飘荡状态中 他又执着那个中阴身 又是真实的 他也不了解那个中阴身的那种空 虚幻之性 他又有个执着 所以 也就是阿弥陀佛因地 见证到他方世界的众生 灵命中时 他靠自己的力量 显露显向还生 灵力重者先迁 自己都没有一点主宰的力量 所以才要发这一愿来解引 所以灵命中时 当我们的神师一离开身体 这时候由于有信愿成名 也有阿弥陀佛过来放光铸造 这种放光呢 那个光就把这个念佛人的神识 就从百会头顶上 摄手上来 摄手上来就把它放在莲台上 所以我们往生不是这个捏爆的身体往生 是我们的神识往生 那神识往生 他自己都感觉到自己坐在莲台上 坐在莲台上 这个莲花就闭合 一闭合呢 那就等于进了保险箱 那你闭上眼睛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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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很快就去了 就叫谈指间 屈身笔间 一念间 请客间 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这时候一去 这时候根据自己的原来的音行 或者一去就花开见佛 或者七天四十九天半节 乃至十二大节 那花开见佛的时间有持数 这是跟他三倍九品的这种音行有关联的 但有一个共同特点 三倍九品 阿弥陀佛都来迎接 但这里就有个讨论了 常常有人就问 这个十方世界很广阔 众生也无量无边 那这个阿弥陀佛 灵命中是都来接迎 这个也来接迎 那个也来接迎 说佛世界也能接迎 他方世界也接迎 那阿弥陀佛忙得过来 那天天加班加点 是不是太疲劳 这里面这又是微神功德不可思议的这个范畴了 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 阿弥陀佛都能去同时接迎 而且他不会劳累 但是这里要辨识一下 那这个阿弥陀佛是不是当下就从极乐世界过来了呢 倒也不是敢过来 这里面就是一个 又是感应道交难失意的一个原理 就是阿弥陀佛成就的这个愿 成就之后 他是弥漫在虚空法界的 就等于他是一个法身的功德 法身是没有像的 但无像又无不像 又能显现他的像 所以阿弥陀佛从法身 垂他的 应众生的根基 显现他的硬化身 那么这种显现 就属于无作妙用 不加造作的 是无心的 是无像的 这里就常常用一个比喻 就好像你 镜子里面造的这个形 形影 你梦里做这个梦的事情 以及水中的月亮 常常用这个来比喻 这种结影的情况 你说水中月 水中月 千江有水千江陷 但是所显现的空中 只有一轮月亮 他不能说 你一千条江 我就一千个月亮 跟你在那里等着 他不需要 那么这里面 就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关系了 感应道交的关系了 就是首先要有阿弥陀佛 成就的这个临终皆引的愿 这是一个圆 就好像天上那轮月亮 但你念佛行人 你心愿成名 愿意往生 就好像你显现了一个水 你只要有水 这个月亮就会引现过去 你只要有成名 阿弥陀佛灵命中师就陷在你的面前 陷在你的面前 你不能说它是从七方极乐世界过来的 也不能说这是自己变现的 这里面都有种种因素 合合在一起产生的 如果没有阿弥陀佛这个愿 你心里显现不出这个东西 但如果没有你的信任吃名 虽然有这个愿 它也显现不出这种境界 所以这种临终显现的情况 这就是不可思议的 这种情形 感应道交的情况 就献出了阿弥陀佛一座圣众 现在其前的这种结影的圣况 这结影的情景也是 往生者不同的这种功夫 这里谈他信愿的神度和念佛 修足功的功夫 他见得是不一样的 如果上辈往生他见得的圣况 那是阿弥陀佛来了 观音世子来了 很多的菩萨来了 那观音世子抬着莲花 来亲自来迎接 如果你是上品上神 那是金刚台 那阿弥陀佛远相迎 阿弥陀佛在远一点的地方 从眉间或者在手中放光过去 放光铸造 于是其他的菩萨在散花 还有那些音乐演奏出来 种种种的叫做天约迎空异香满石 还有如果你心里还不踏实的话 还有佛陀佛来给你解除疑问 赞叹你的因地修行的功德 还有带上你的宫殿 你看你不仅你的莲花做进去了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住的什么宫殿 也给你一起带过来了 那就是盛况空前 但如果你的功夫不够 看到的有的佛的身像很大 如果功夫不够看到的佛像比较小 甚至看到的佛像是比丘的形象 甚至比丘形象都看不到 就是看到莲花 也跟唯心所现是有一定的关联 跟他的功夫也有关联的 你能感到什么程度就显现什么程度 第一个就是临终阿弥陀佛现前 第二就是祭祀彼伏往生其果 你当下你的神师到连台当中 就随着阿弥陀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七宝十八宫的水里面去了 所以九品莲花为父母 你看他在八宫的水里面 那个水是充满香气的 是七宝的水 是有种种光明的 生命胆生都跟水离不开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法身贵命 所胆生出来的 也是跟水有关系 八宫的水 这是往生其果 第三个 你马上就在七宝莲花当中自然化身 这个莲花是七宝合成的莲花 这个莲花也有阿弥陀佛大悲愿灵的结晶 他的正觉的莲花恩赐给我们 那么这个莲花就是玄妙的宫殿 我们在这个莲花当中转翻成圣 我们在这个莲花当中 一出来 自然化身 这个自然就是法而自然的 也是无作妙用的 这个化 变化而生 这个化不是我们一般的讲 我们这个世间的生命形态 瘫乱是化的化 他这个自然化身 就是从正觉的莲花当中 显现了我们颅来的身体 这时候 他神庙就神庙在什么 他转翻成圣脱胎换骨 你一出来就是 这个空 清虚之身 无疾之体 这个后面会谈到 这个身体 前面谈到的 这个清虚和无疾 实际上都是原来受道价的 一些概念的影响 就是说我们这时候产生的身体 就是卢乃之身 是无量功德 结晶的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具体的表象 就是具足佛的向好光明 三十二相八十随性 子魔真金色 金刚纳罗原生 卢乃的身 卢乃的身 在《维墨基金》里面都讲到 这是我们 凡夫的身是 烦恼现前的 像梁艳 像水墨 像火 欲望的这样的一个产物 所以我们身心都很古 那么要对于这样的 凡夫的身心的艳离 要转化为卢乃的身 金刚纳罗原生 千许之身无奇之体 十项产生的身体 那么这样的 如果要靠自己修行 那是动精无量节 极功累的才能得到这个身体 但是我们 大约往生的凡夫 是由于阿弥陀佛的 这种彻底无条件的慈悲 是把他已经成就的 卢乃的身体 恩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具有 卢乃的身体的功德 所以这个自然化身 从年华一出来 就是很高大的 不需要非得要像我们的婴儿 小小的要哺乳 慢慢地长大 希望极乐世界 没有慢慢长大的过程 他一出来就是 佛的身相光明 这也表明极乐世界的 那种大平等的境界 那不仅人出 男人到来就是佛的相好光明 女人去了也是相好光明 佛的身体 不仅人的身体是相好光明 一只老鼠 那么卑露的身体 也有一往生 它也是佛的身体 这时候我们就说 你这个老鼠真的大便宜 原来你给我巷子太大了 怎么一去西方极乐世界 给我拉平呢 它确实就能拉平 所以现在的女众知道自己 烦恼众惠子女生 你得到了这个禁毒法门 你一去跟所有的男人一样 跟所有的大沙门一样的身体 你可不是争了一个大便宜吗 如果是个便宜 你精神错过 那就太冤枉了 第四个就是功德果用 就是住不对转 住在三种不对转里面 就是阿皮拔治 这也是佛的十一愿的加持属治 第五个功德的意义就是 智慧勇猛神通自在 你从莲花出来 就有甚深的不如智慧 这种智慧就像金刚 能睡金刚能够破一些烦恼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者菩萨们 这种智慧甚深 包含着具有佛的智慧 当然破见识或的一切智 破成杀或的道种智 乃至于佛的果地上的一些种智 他都能够具备 所以眼说经教转清静的妙法轮 便才无碍 所以他就能够得到 忠道的正见 大平等的心 能够住在空无相 无怨无浊的境界当中 又能够从空出甲 行一切大菩萨的行持 这种慧言 法言 佛言 具足 有这样的般若智慧 他就推动他 勇猛修行菩萨的六度万恨 同时他具有这种神通 种种神通现前 能够想到什么地方 就去什么地方 想供养哪个地方的祖佛 共聚自然现前 想变现什么样的身体 就能变现什么样的身体 想一念沿拖无量节 就能够沿拖无量节 无量节可以说在一念 在一毛孔当中能够造建微层树的佛刺 去供养微层树的祖佛 去修行无量节的修行 一毛孔一念之间 广拖无量无边的佛事 这种超约时间和空间的 这种神通妙有现象 所以他能得自在 云切法的大自在 心能转悟 具有如来的这样的一个大自在的功德 后面我们会谈到极乐世界菩萨的功德的时候 会对这种他的智慧 他的神通自在 是如何具体的展开 后面会有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尊者 既能上辈往生有这么样的圣庙的音形果报 就劝勉大家岂有众生 如果有发大心的众生 想在今生今世见阿弥陀佛的话 今世见阿弥陀佛 大家知道这个见佛有两种 一种是现前见佛 一种是当来见佛 这里对上辈往生 他得到的期待要高一点 就现前见佛 现前见佛就正念佛三位 但是现前见佛也有种种的情况 或者你今世见佛 有的是你念佛三位定中见佛 有的是在梦中见佛 那么灵命中时见佛 这三种也都可以理解为在今世见佛的范围 那灵命中时见佛 大家觉得灵命中时 无论哪一辈都能见到 那也不一定 你下辈的可能他见到的 他就不一定能够限量见到阿弥陀佛 也跟他的信任致命的功夫有关系 所以取发于上 今世见阿弥陀佛的人 就应该发起无上菩提之心 要发这种大菩提心 大神佛法对这菩提心赞叹 是非常殷勤肯谢 如果不发菩提心 你修其善法都是魔的事业 你不发菩提心 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轮回之事 你不发菩提心 你的烦恼很难降服 你的目标感很难建立 所以发菩提心 对大神修行来说 就好像你要射中一个靶的中心 心要站稳脚跟 你的脚跟站不稳 你的靶心一定是射不中 所以这个修大神佛法 发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科目 而且发的菩提心 不是声闻的菩提 圆觉的菩提和全脚菩萨菩提 而是无上菩提之心 就是大乘原教的菩提 磨合眼一乘法的菩提 你发出要成就大乘的原教佛的 这样的一个心 要度尽九法界众生的心 才会成为你修行 足夺功德的重大的动力机制 那么这个无上菩提心 修行功德 最后还要体现在怨生彼国 你的无上菩提心 以及种种功德 包括十大愿望的圆满 最终还是要在西方极乐世界 才能达成 这就是普贤菩萨 包括文殊菩萨 自己都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以及劝敬善财同志 华尚海国四十一位法通大师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原因 你无上菩提心的圆满 因为发菩提心 有出发菩提心 有正满菩提心 那么 这两者出发菩提心功德 就已经是要赞叹 因为这两种心 出发菩提心最难 华尹经甚至说 你出发菩提心 就已经是原成佛道 但是 你把这个出发菩提心 到达究竟圆满的程度 你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去 你要修行十大愿望 究竟的圆满 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圆满 所以要把这个 发无上菩提心功德 落实在怨生彼国上 由这个怨生彼国 你在现实当中 随分随利 自己最大的努力 以菩提心推动 足多的功德的实施 你在这个世间 你的福德智慧的 这样的积极 感通的 弥陀的 大悲愿的 加持力量就越大 于是你现前 心事见佛的 可能性就大 就好像会员大师 定中三次见佛 你看会员大师 他虽然在东宁市 逐步隶属三十年 但是他心怀天下 所有的教内的事情 他都在 或者明显的富有 或者在密负 经典没有的时候 派弟子去求经典 所有的海外的 西域和天主的三藏法师来 他都要自信 殷勤问候 恳请他翻译《喇叭喇叭经》 像佛多耶舍 像旧莫罗斯 他会员大师都会去信 或者派弟子亲自问候 像佛多巴多罗 在那里得到不公正的待遇 他马上 把他引请到东宁市 来翻译经典 而且给姚信国主 写封信 来解脱 这种莫兵的处罚 恢复民意 就是会员大师 你看他是一个 菩提心的表达 所以他在定中三次见佛 是由于他的菩提心 发的很大 不仅在利益自己 还要建立白莲社 你有123人 他领重修行 所以这个 最终都要导规到 愿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会员大师 确实他在我们这个国家的表法 是你怎么赞叹都不过分的 因为他的老师 道安大师 并没有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发愿往生 抖善内院的 那会员大师 却要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向 而且是那样的 用30年的时间 来专门做这件言说的事情 专行念佛三位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是要把 会员大师作为这个 上辈往生 发菩提心 修足功德的一个楷模 去看待 所以进度中的历代 祖师大德 都是属于 上辈往生的范围 有名严寿大师 你看每天行108件佛事 万善同归极乐 他是上辈上辈 也就是印光大师 他是一向专业 同时他也要红化色 印很多佛经 哪个地方出现灾情 赶紧去挣灾 把自己仅有的东西都寄过去 哪地方发动战争 抗日的时候 他心里是装作很多事情的 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管的 我念佛天塌下来都不管的 他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些祖师大德 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他们真的是 菩提心发起来了 修行功德有具体的展示 他修行功德才能够 利于教内 也利于整个社会 这样他才能够通过自己的 这样的修行 足够的功德 体现大乘菩萨的精神 让大家感觉到 这种菩萨道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必要的 他才堪称 堪称一代祖师了 所以特别是这里 告诉我们出家座 一定要有这种 发菩提心 修足功德的 这样的愿行 体现出来 这可是上辈往生的条件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